据台媒8月2日报道 歌手黄大伟身体亮红灯 上周四土感心脏不适 入院做心导官检查 女友Vicky虽然自己身患癌症 但还是陪在黄大伟左右 57岁的黄大伟凭借一手 你把我灌醉 红遍两岸三地 他是张学良弟弟的外孙 备受媒体关注 日前黄大伟因身体原因入院 2日上午做了心脏超音波检查 暂时没有查出问题所在 黄大伟女友受访表示 血管并没有阻塞 目前无需装支架也无需开刀 但血管没有阻塞 为何心脏功能如此衰弱呢 或许还要做更多检查 解决肺浸润的问题 从女友分享的照片来看 黄大伟皮肤暗沉 两只手插满流至针 随时等待各种检查和治疗 她的精神还不错 媒体则认为是费浸润的问题 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资料显示 黄大伟没有结婚生子 与女友交往26年坚持丁克 虽然两人没有子女 但不离不弃 患难见真情 据悉 女友Vicky18年前查出胃肿瘤 在黄大伟的陪伴下接受治疗 暂时情况稳定 Vicky保持正面和乐观的心态对抗病魔 不过目睹女方做化疗的黄大伟非常心痛 曾创作When She Screams 鼓励女友 纪念两人这段刻苦铭心的爱情 被问及为什么不分手 黄大伟曾说在70亿里找到深爱的人 自己非常幸运 二十几年前就认识Vicky 遇到对的人 绝不会放她走的 甚至说想替Vicky去死 黄大伟这些年一直陪伴Vicky抗癌 治疗费用超过一亿台币 高达两千多万 Vicky曾受访表示 因为身患胃癌 肿瘤靠近淋巴 开刀有极大风险 早已失去生育能力 坦言不能成为黄大伟的拖累 两人的关系早已超越夫妻 并非一纸婚书或子女可以替代的 歌手黄大伟唱红了 你把我灌醉 等经典歌曲 但外界更熟悉其另一个身份 张学良外孙 黄大伟公开称呼张学良为外公 两人确实有血缘关系 黄大伟的母亲是张学良五 弟张学孙的长女张吕衡 张学良将她收为干女儿 黄大伟因此叫张学良外公 而不是伯公 张学良九十岁高龄 十一居下威夷 2001年10月14日病逝 享受100岁 而张吕衡是张学良赵一迪 在台湾生活的见证者 现居住香港 是香港来来速递货运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良病逝后 黄大伟一直想要筹拍一部和外公 有关的电影 将电影名称占定为 张学良的一生故事 并草拟电影大纲 为筹拍该电影 黄大伟从2019年开始撰写剧本 找投资人 选角 MV导演王志博表示 可以协助募资 黄大伟于是将剧本以及大纲交给对方 但事后双方关系因金钱借贷导致关系生变 王志博刻意向媒体泄露电影大纲 黄大伟看到报道后 怒告黄大伟 防害秘密 防害秘密罪 是指防害他人的通信秘密 或泄露因业务或职务窒息或持有的他人 秘密及工商秘密的犯罪行为 王志博虽便称电影大纲不是秘密 但法院方面不采信 于6月7日一 泄露工商秘密罪 判王志博三个月徒刑 罚金9万台币 约合2万元人民币 检方调查 黄大伟三年前开始计划筹 拍张学良与赵依迪的电影 为了找到电影投资人 黄大伟将电影大纲等资料交给了两位朋友 一位是合作开餐厅的MV导演王志博 另一位是负二代林佳健 黄大伟希望两人能够帮忙找到投资人 然而在此期间 黄大伟与王志博因为何 资开餐厅爆发财务纠纷 王志博认为黄大伟欠债却未一约还钱 于是找娱乐杂志爆料 王志博接受媒体采访时 谈到与黄大伟的财务纠纷 还加码铺黄大伟想拍的电影初步计划 甚至让记者拍摄电影大纲 事后 黄大伟看到报道 怀疑是王志博与林佳健爆料 愤而对两人提告 娱乐杂志则立即下架相关新闻 检察官查出 向媒体爆料的人是王志博而非林佳健 依泄漏工商秘密罪起诉王志博 王志博向检方承认 接受周刊访问时提供了一页电 引大纲工记者翻射 作为报道的素材 检方侦察认为 拍电影的信息属于黄大 伟所属公司正进行中的一种 商业秘密 王对外任意泄漏相关内情 犯妨害秘密罪 将王提起公诉 王志博辩称电影大纲 并非工商秘密 只是一个构想 法官审理后不采纳王志博辩词 认定他的行为已构成妨害秘密 以泄漏工商秘密罪 判决王志博三个月徒刑 可一颗罚金九万元台币 可上诉 57岁的黄大伟 于1990年推出第一张专辑 让每个人都心碎 低沉词性嗓音让他出道及走红 专辑内收录的 你把我灌醉 歌曲更成为经典情歌 黄大伟在香港出生 夏威夷成长 出道当歌手之前在日本 担任广告音乐制作人 黄大伟至今未婚 于小三岁的圈外女友Vicky 爱情长跑25年 女方患癌18年 黄大伟花了2000多万人民币为女友治病 不离不弃 感情早已超越夫妻 黄大伟曾在访问中透露 自己十岁时返回台北生活 与长辈同桌吃饭 外公张学良突然大手一挥 他一声打在他的背上 并叮嘱 大伟啊 你要有骨气 要爱国 男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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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呈